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力商品的涨价或者是涨幅不大 都不能算是通货膨胀 一般性的通货膨胀会造成货币贬值 购买力下降 也就是以前能买到一分货的一分钱 现在却只能买到半分货 也就是货币不值钱 钱变薄了 那么物价上涨到多少才能算通货膨胀呢 事实上因为各国而有所差异 也就是各国对通货膨胀的忍受程度有所不同 例如墨西哥的物价膨胀率通常是20%以上 若降到15%以下 对墨西哥而言物价即是稳定 然而对我国而言物价膨胀率达到5% 即可称为通货膨胀 因此物价超过正常的上涨幅度 即称为通货膨胀 为计算物价上涨率 各国都有专门的单位 定期收集各种商品及劳务的价格资料 然后边赚出物价指数 我国即是由行政院主计总处负责 其中最具代表性 而且最常用来观察通货膨胀的是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以及顿售物价指数WPI 等两种物价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包括和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有关的各种商品 和劳务的零售价格 是消费者切身感受到的 而顿售物价指数WPI 是用来反映大宗物资 包括原料、中间产品 及进出口商品的批发价格 和厂商比较有密切的关系 通货膨胀引起的原因 包括需求拉引型、成本推动型、预期心理 与输入型等四种通货膨胀 如果社会大众普遍存有通货膨胀预期的心理 习售、囤积、抢购与投机风潮四处蔓延 则通货膨胀会日益严重 甚至会引发所谓的恶性通货膨胀 此时价格上涨剧烈 人民对货币的信心荡然无存 整个社会的经济、金融失去依据 可能无法正常运作 政治与社会的不安定也伴随而来 因此各国对于通货膨胀都非常关注 政治与社会的不安定